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接着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明治光秀 在本能四之变发生之后 成功击杀了信长的明治光秀 知道事情还没有完结 对于他来讲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包括要戒备在各地奋战中的前同僚 当他们知道信长和信中父子被杀的消息之后 立即会赶来向明治光秀复仇 另外光秀还要赶快巩固对京击 及晋江美农一带的控制 然后便要一代劳的迎击赶回来 找他算账的枝田诸将 京内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信长信中等人的死亡也得到了确认 那么光秀就开始着下一步行动 他首先派人安抚了朝廷 又派家臣三宅秀朝 接管了京内的政务以稳定人心 同一天的下午 明治光秀出京前往晋江 打算接收已经是无主之城的安土城 然而在这里 光秀遭遇到了第一个挫折 正当光秀前往安土的途中 负责守备来往晋江两地的赖田城 城将山庚景龙 烧毁了接驳两地的赖田川桥 然后弃城堂王 这明显就表示了 景龙要彻底的抵抗明治光秀 不打算支持光秀的行动 这已经暗示了光秀 确保稳住 尽将京都两地的战略 存在着隐忧 由于无法渡河 光秀就命令重臣 明治秀满 修理桥梁 然后回到坂本城 转为着手怀柔工作 通过书信 劝诱济济内和晋江的 从属知田的势力 加入到自己的阵营 但却得不到很理想的回应 除了一直属于自己下属的 大河郡山城城主 童景顺庆表示支持以外 还有早已经没落的 近北晋江守护 荆棘高次和钱若霞守护 武田元明 也表态响应 但这两个人其实兵力有限 不足以左右大局 除了他们三人之外 其他势力的反应都十分冷淡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光秀在进入安土城的时候 曾经把目光 转向当地的修道院内的传教士 光秀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写信 给远在赦金 在信奉基督教的武士高山众友 希望他倒戈 来帮助光秀能够稳住来往于西国的通道 那么在安土城的基督教传教士 奥尔卡迪诺 面对光秀的强迫 他就留了一招后手 他利用纯熟的日文 按照光秀的意思写了招香文 但同时呢 他又用葡萄牙语 写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封信 内生中提到 即使我们被恶魔处以极刑 为了主耶稣的正义 你千万不要与恶魔为伍 高山众友收到了这封信之后 立刻决定投向封神秀吉 最有可能是按照阿尔卡迪诺的要求 顺水催舟 并没有理会光秀的招香 阿尔卡迪诺也因为按照光秀的指示 写了假的招香信 被光秀释放 去了京都避难 全身而退 虽然这个插曲 只有传教士的一面之词 但是从结果上来说 的确四处孤立无援的情况 使得光秀惊慌失措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理应关系最好 也最有可能支持光秀的西川藤孝 宜太的女婿西川忠兴 都拒绝了光秀的招揽 连西川父子这支有力的力量 都不支持自己的话 这代表着光秀 无法增加自己阵营的兵力 一旦要面对之前诸将回师反击的时候 光秀自身的兵力根本不可以应对 最终光秀军只会是耗尽兵力 直至灭亡 因此 明治光秀 他就接收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安土城 然后将安土城内的金银宝物 分次给家长和士兵 作为犒劳和奖赏 明治光秀在安土城 居然停留了两天才离开 这两天 除了接见他的好友 吉田坚建 说明了叛变的理由之外 其他的行动 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很可惜的是 唯一从光秀口中 得知叛变动机的坚建 也没有记下光秀的真心话 所以给现代留下了谜团 除了接见监建之外 光秀并没有再出兵 占领安土府军的领地 也没有去攻击 收容安土城内人员的 日夜城主普生富秀 只让荆棘高次和武田园明 分别占领了 封尘秀级的长滨城 和丹宇长秀的左河山城 将近江东部 收到了自己的控制下 但从结果上看 光秀这两天 没有更多的行动 是因为他手里 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 可用所致 明正光秀从安土 回到京都 朝廷立即派人 去向光秀请安 极力地讨好光秀 光秀也派人 献出了五百两银子 作为回应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动作 就是向西川父子 写了一封书信 努力地劝诱 西川两父子出兵协助 很恶惜 他最后的努力 依然是无功而返 他注定遭到了 众叛亲离的孤立局面 他当时能够靠的 只有自己的家臣 和佟领顺庆 但是不久以后 光秀又再次遭到了打击 首先光秀收到了自己的女婿 也就是信长的侄子 已经因为自己的叛变 受到牵连 被之前信孝 和丹宇长秀所杀 光秀于是要求佟领顺庆 出兵到河内国 打算先处理距离最近 兵力最少的 之前四国军团 可是这个时候 名著光秀 却在京城和版本边境的 冻之卡停了下来 因为佟领顺庆出兵后不久 突然回到了大河国 再也没有行动 这意味着佟领顺庆 也背叛了自己 光秀为了保住这个 唯一可靠的外部兵力 于是就派家臣 腾田传武 到郡山城 向佟领顺庆问个究竟 可是他的使臣 却吃了闭门羹 使臣又向光秀报告说 他在大河 听说佟领顺庆 已经倒向了 知田信孝 至此 光秀的希望 终于化为了泡影 他只能独立等待着 知田诸将的回击 而且他也得知了 风筝秀吉 奇迹般的与毛利一合 正从背中赶回来 就这样 从本能寺之变 之后的短短十天里 光秀身边的局势 从天堂到地狱 最后到了无底深渊 他所有的希望和布局 几乎全部落空 只能独立去应付 风筝秀吉等人的反击 事已至此 明治光秀唯一的希望 就是尽可能的打败 风筝秀吉 之前信效的联军 保住京都的控制权的同时 通过战胜 来诱使仍在观望的 各方势力 回心转意 这个决战 对于光秀来说 虽然不利 但只要战胜的话 就成为他翻盘的大好机会 而这场会战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山崎会战 山崎这个地方 由于地理位置条件优越 一直都是群雄 想称霸京都时的必争之地 为什么山崎会成为 日本古代史上的兵家之地呢 山崎位于现在京都 以信郡 大山崎厅 与大阪府 梅芳市的边界 卫处南山八方高地 和天王山高地之间的 狭窄回廊地带 右边是宇治川和电川 两条河 西南面不远处 就是大阪湾 由于地理条件的优势 山崎自古以来 都是进出京都的物流要点 以及生产和贩卖胡麻油的 商业中心 在当时其实严格上 有广义的山崎和狭义的山崎 前者一般称之为大山崎 现在属于京都府 后者称为山崎 属于大阪府 但是因为地理上临近 所以史料上 经常将他们混在一起 对于明治光秀而言 守住山崎就代表了京都 牢牢地控制在他手里 守不住 则代表进入京都的西大门 动然大开 由于京都内部无险可守 一旦失败的话 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而决战的时候 正好是梅雨季寂寞 当日下着雨 附近的河流也处于高水位 这些条件都不利于防守方 一旦失利之后的撤退 因此山崎会战 就是决定明治光秀命运的 最重要一战 由于第一手史料 没有任何关于这场战事的 具体布阵和战斗的记载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后来的记录 来看看这场会战的经过 决战当日之前 明治光秀派重臣翟第三 守住冻之卡的通道 以防同领顺庆有所行动 同时他又要分兵防守 晋江及美农各处 因此明治光秀当时领兵不足一万 他在山崎的北边布阵 大本营设在山崎正北面的御农坊 另一方面 丰臣秀吉回到复田后 会同射金众的池田恒星 中川清秀 以及高山众友 进兵山崎 他也联络了当时正在 从大阪附近北上的 池田信啸和丹羽长秀赶来 合起来的兵力 大约是两万两千人左右 不过辛苦回师的秀吉军 已经因为连日赶路 疲惫不堪 根本不能一战 而信啸及长秀 也因为本能似之变 手下将士大多害怕 明主光秀来袭而逃亡 军心涣散 就算到达战场 是否可以一战 也存在着疑问 于是这场山崎会战 虽然秀吉方的兵力稍多 但其实全靠战力十足 又熟知地利的射金众 在这场战争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高山众友 先是到达了山崎 他封锁了山崎南边的入口 中山清秀 登上了右前方的天王山 刺激迂回 从侧面来夹击明治军 但是封神秀吉为了避免 两个人过早的打响战事 制止两人冒进 因此两军意识处于对峙状态 不过即使是对峙 双方已经展开了火枪的对射 据说隆隆的枪击声 传到了京都 决战当日 之前信啸和丹宇长秀等人 共八千人 到达了战场的南方 与秀吉的部队汇合 丰山秀吉 眼看万事俱备 于是下令向明治光秀军进攻 然而由于山崎通道十分狭窄 反过来不利拥有大军的秀吉军 向北面入口推进 根据当时 在京都的传交室 所写的记载显示 明治光秀当时打算 一口气突破山崎 与正中央的高山重有的部队基站 天王山上的中川清秀的部队 下山支援 而池田恒星则沿着电川的河边 从高山队的右侧进行驻战 又有说法 只在天王山上 还有黑田官兵卫 以及羽柴秀长等人 下山攻向明治军的右翼 从开展后不久 由于高山中川 以及池田三队的奋战 光秀军很快就处于不利的局面 到了傍晚左右 人数处于劣势 又受到夹击的光秀军 抵挡不住 秀吉军猛烈的攻击 溃不成军 各队争相败走 剩余来不及逃走的光秀军的士兵 在惊慌之中 掉到了旁边的河流里淹死 又或者被之前军的追兵一路追杀 据说多达数百人 在路上被杀致死 力保退路的光秀 率领主力部队 逃到东北两公里外的圣龙四城 风神秀吉这边马不停蹄 一直追到了圣龙四城下 实时包围 圣龙四城 是位于京都中心西南 唯一渴守的城堡 曾经被西川腾孝 加强补剑过 这也成了明主光秀 当时最后的希望 不过这个时候 圣龙四城外 已经集结了 城省追击的风神秀吉的部队 紧率残兵的光秀 要不投降 要不历战致死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丝的运气 落在了光秀的身上 赶来包围的秀吉军 虽然借着首战胜利 士气高昂 但实际上 疲惫不堪 包围圣龙四城的措施 并没有做得很好 有一种传说 指当时攻城的军士们 认为光秀已经是梦中之鞭 所以放松了警戒 纷纷地脱下铠甲休息 仍然希望奋斗到最后的光秀 看到了机会 所以他率领亲卫队 逃出了圣龙四城 经山科北上 往板本城方向逃亡 但这次赌博 成为了明治光秀的催命服务 虽然成功地带领小部队 逃出了圣龙四城 但是光秀 剩下的选择中 最可靠的 就是回到板本城 重挣旗鼓 或者继续逃亡 要不干脆 自行了断 令女神 却给光秀 安排了一个非常出奇的结局 根据后来秀吉方的资料所说 正当光秀逃往板本方向 途中为了减轻负荷 以及不让别人察觉 于是光秀一行人脱下了铠甲 这成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们途经山科小丽西村的时候 或许是出于防卫意识 又或者真的得知 光秀正经过村落前往板本 当地的村民 纷纷拦在光秀的去路前 其中据说有村民 从树丛中 以削尖的竹枪 非常巧合地刺中了 正在经过的光秀的侧府 使得光秀 堕马 并且大量的流血 村民见机就扑上去 将明智光秀杀死 并且斩取了光秀的手机 其余数十名光秀的卫队 也一一被杀 那么也有种说法 指光秀负伤 在随从拼死的掩护下 到了附近 切腹自杀 并且命令一名侍卫 在自己死后斩下手机 不要让任何人夺得 可惜这名侍卫最后也被截获 光秀的手机 最后被送到了秀吉的军营 光秀到底享年是多少岁 说法不一 有人说 根据他的词诗句 死的时候55岁 也有人认为光秀更老 不论怎么样 以光秀早年的活动时期来推断 光秀死的时候 应该是在花甲之年 顺带一提的是 光秀遭到土民袭击的情景 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 日文里边称之为 落伍者手 简而言之 就是棒打落水狗 前面也提到 光秀之前的主人 将军足了一招 在逃往西国的时候 也遭受过土民的袭击 虽然没有像光秀一样被杀 但身上的衣服被扒光了 当时的农村村民 本身就是大明军团的基本战力 即使不打仗 随时也可以变身为武装分子 这种抢劫落难武士的行径 是他们发财立功的好机会 除了手机外 落难者的武士刀 铠甲 这都是值钱的东西 就算不能被大明提拔为家臣 也可以发横财 无论如何 在短短的时间内 明治光秀 从掌控着天下中心的新势力 转眼间就命丧于村交土民之首 这正应了命运的无常 光秀的死血 同一天就传到了安土 以及风神秀集的镇中 当时守卫安土城的明治秀马 得知消息以后 立刻率领残兵 撤出了安土 回到版本 在途中 经过赖田桥的时候 又发现神出鬼没的 山岗景龙 在之前 又将修理好的 赖田桥再次烧毁 秀满被迫在赖田 等待着桥梁修好之后 才能回到版本 但眼见城内 已经是兵荒马乱 溃不成军 所以秀满就杀死了 光秀的遗霜 以及留在城内的七小 然后命人放火坟城 自己则在火海中切斧自杀 与版本城一同 被火海吞咽 原本负责 戒备童景顺庆的 翟腾力三 在升级会战之后 逃亡到了版本附近的 尖田 但被别人俘获 将他送到了 风神秀吉的本营 力三被放在囚车里 在京都绕成势众 然后在京都的 六条河园被斩首 两天之后 明智光秀的手机 送到了风神秀吉的面前 秀吉命人将光秀的手机 与身体缝合 连同翟腾力三的尸首赤裸裸的掉在京都的力田口 进行示众 就这样 发动了本能寺之变的明智光秀 却落得了一个惨死被褥的结局 不过在日本民间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明智光秀并没有死 死在村民手中的 是光秀的营武者 而明智光秀本人 逃到了美农山县郡的美山中洞 在此之后 明智光秀一直隐居在寺庙之中 这种说法的一个证据 是在比瑞山上 有一个石灯笼 上面刻着 庆长二十年二月十七日 奉济进院主光秀 庆长二十年是公元1615年 这是大阪东之镇结束的时候 这距离山西会战 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那么这个院主光秀 是不是就是活下来的明智光秀呢 而据说 隐居在寺庙里的明智光秀 在多年之后 又变身为天台宗的僧人 南光坊天海 去面见了德川家康 家康对于天海的宗教知识 信奉了五体投地 感叹相见恨满 所以他下令 关东的天台宗 权规天海管辖 家康死后 天海负责为他建 日光东照宫 从九能山 遗葬日光 使得日光成为了德川家的胜地 而天海呢 之后又经历了秀宗和家光三代 特别是德川家光 天海和春日菊 大力的扶持 使得木番体制 在家光时代就稳固了基础 这个天海和尚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来历不明 谁也不知道他之前 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个呢 是他活的时间非常久 据说他死于公元1643年 享年有135岁 他非常长寿 同时呢 他的内战能力非常强 给木服将军提了不少 非常有效的建议 那么因为这些特点 很多人就开始猜测 这个天海和尚到底从何而来 很快就是有人将他和明智光秀联系在了一起 但这只是民间的传说 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 如果天海就是明智光秀的话 那就意味着明智光秀在山西核战之后 又多活了60年 在日本战国史里 明智光秀知名度很高 但一生却充满着谜团 同时又因为封臣秀吉 对这位对手进行了刻意的抹黑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明智光秀 他的一生 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 并且确定的认识 但是作为之前信长身边 后来居上的得力重臣 对于能够发动本农寺之变 将信长追于死地的叛臣 对于让封臣秀吉 需要使出全力对付的敌手 明智光秀 他必然具备着非凡的才能